男人女人在一起,生理吸引真的非常的重要 生理吸引就是你外表的吸引 那我告诉你啊,怎么样去判断你自己的颜值比较低呢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首先呢,如果你是社交软件,认识了男生女生 在网上微信啊私信啊聊得挺嗨的 但是见面了以后,对方不搭理你了 说明你颜值低 或者说你们在社交,就是在外面就是吃喝玩乐,唱歌,吃饭的时候 很多人都喊你男神啊女神啊怎么怎么的 如果在社交媒体上啊,或者什么上的 或者你是跟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 人家都叫你什么男神啊女神啊 但是你去相亲的时候就是没人搭理你 说明你的颜值低 或者说啊,你们的双方条件相亲的时候 双方条件都是属于那种门当户对的那种 但是呢,啊就是 但是回来以后呢,啊他就觉得 怎么说呢 就觉得你,嗯 就是不搭理你了 就相亲回来以后他不搭理你了 不理你了 他如果你条件还行的情况下 回来不搭理你的时候 估计就是你的颜值低 除非啊,你的条件远高于对方 他会搭理你 如果你门当户对,他不搭理你 就是你的颜值低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啊 就是,但是我想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男生里面 对女孩子的要求 就是想找老婆的时候啊 他想找个漂亮的 或者颜值中上等的一个女孩子 什么叫颜值中上等啊 就打个比方 嗯,100个女孩子 对吧 这个100个女孩子 她的颜值能排在前20%的 如果100个女孩子 前20%的颜值 对不对 或者前30%的 就是100个女孩里面 挑出最漂亮的30个里面 如果很多男生啊 很多人就觉得 诶,能挑出前30%的女孩子 她的颜值是不是应该属于 颜值中上等了 对不对 但是那些男生啊 男生就盯着那个 100个人里面 那个最漂亮的 那个两三个 所以你这不叫说 要求女孩颜值中上 而是你要求女孩的颜值 非的是大美女 你才能 你才认可 对不对 很多男生对于美女的这个定位 也是有待那个什么的 是有待商榷的 对吧 你想要 就是颜值靠前5%的美女 但是前5%的美女 她不搭理你 是不是 那你也得就是说 你也配得上吧 是不是 所以我真的觉得 就是当然我指的是 就是男女之间 确实需要生理上的吸引 那对于女孩子来讲 就是你穿着干干净净 穿着得体 不要太胖 也不要太瘦 不要太胖 瘦点倒没事 就别太胖 对吧 别太胖 穿着得体 打扮得体 五官也得体 就是干净卫生 对吧 会打扮 就是 就找到了 适合你的那种 打扮的风格 你颜值在中等 稍微偏上一点 就我指的是 100个女生里面 或者10个女孩子里面 你的颜值能排在 前30%的 对吧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自己颜值还过得去 能让男人 有那种性冲动 这是我咨询的 就是那种 年入两三百万的大哥 他跟我说的 他说 我找个女孩子 我最起码得 看到她有那种 性的那种冲动吧 要不然我找她 都没有那个欲望 所以我说 就是男人女人在一起 这个生理上的吸引 是很重要的 当然男生也一样的 就是有的男生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 男生只要就是说 你要不是 只要不是五官天生的 就是那种有缺陷 就五官天生的那种 缺陷很大的 对吧 你不是说五官 特别的有缺陷的那种 就是五官 还算端正的 对吧 别就没有长的 就是至于很丑的 你只要打扮打扮 打扮得干净一点 清爽一点 打扮干净清爽 发型适合你 然后 就是你带出去 男的不一定要 穿什么名牌的 就干干净净 清爽爽的 身材别太胖 对吧 瘦点倒没事 别太胖的 我感觉一个男生的 标准体重吧 就有的人可能 不一定能够控制在 自己的标准体重 但是你不能够超过 自己的标准体重 超过二十斤以内吧 对不对 就是你要是 如果你的 比如你的标准体重 你身高 标准体重 它有个身高的 身高的标准的 对吧 那有的 你自己上网查一下 就是百度一下 标准体重是什么样的 男性女性 都有一个标准体重的 你的标准体重 不能超过二十斤 那就不算太胖 我觉得就不算太胖 所以但是我觉得 就是男人女人 生理上的吸引 真的是很重要的 可能这个男女生 不一定非得要找个 大帅哥 对不对 但是最起码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适合自己的 打扮得体的 对吧 人家看到你 才会看着顺眼啊 你那个大肚男 就是你太胖的男人 和太胖的女人 或者看着就不清爽的人 谁喜欢呢 为什么男人女人 男人女人 我告诉你啊 不光男人爱美女 就是女人爱帅哥 女人也喜欢美女啊 就是我这个人 就拿我当例子吧 就是我从小到大 我从小到大 能够在让我记得住 我们班里的学生里面 男生我是记得那种 长得帅的 学习好的 女生呢 我就只记得那种漂亮的 不管是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 我们班里的男生女生 我能够记得住的 就是男生嘛 我记得那种 学习好的 长得帅的 当然学习不好 长得也不帅 但我最能够让我有吸引力的 就是长得帅的 我都能记得住 但是那种学习好的 我也不一定能记得住 也就是说帅哥和美女 我都能记得住 但是那种长相平庸的 我确实记不住 实话实说啊 就是 所以说我觉得男人女人 生理上的吸引 真的很重要 就我觉得 无论是男人女人 都应该要注重自己的外表 和形象 和身材管理 和穿衣打扮 其实没有必要 多贵的衣服啊 就拼多的衣服挺便宜的 就我这身 白色的睡衣 也没花多少钱 但是我感觉 挺适合我的 也挺漂亮的 对不对 当然就是我买的 就是在拼多的买的 很多衣服 也没有多贵的 就几十块钱一件 但是也挺清爽 也挺干净 也挺顺眼的 我自我感觉 我过了我自己的演员了 所以我自己 在我的眼光上 我对自己的穿衣打扮 我能过得着关 所以大众看我也不会太邋遢的 对不对 好了 有什么情感问题 抖音主页有 找我 抖音主页有我联系方式 找我私信投稿 或咨询 拜拜 拜拜